欢迎 手游酷玩 欢迎来到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千奇猴 今天来继续游玩 糖果猫系列游戏 糖果猫泡泡射手 我们的糖果猫 现在在下方控制一门泡泡大炮 这个游戏的对战模式很有趣 并不像其他模式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且输赢的话并不是看我们 而是看对手 所以说我们就要需要坚持赢得胜利 对手首先被泡泡吞没 表示他会输掉 而我们就会获得胜利 其他的一些经典的泡泡龙游戏 都是我们的泡泡被堆满之后 超过了平衡线 就导致了游戏的结束 这里要施展出最强的技艺 跟我们对垒的是一个白色的小猫 我们现在换上汉克狗 他在下方操控大炮 攻击上方出来的泡泡 这个的话是比较考验的是持久力 对方首先突破了位置 导致了游戏失败 而我们就会获胜 如果我们失败的话 对方就会赢得比赛的胜利 所以说这是一场持久战 迅速利用相同颜色 消灭到场面上全部的泡泡 汤姆猫系列游戏都是比较好玩的 这个道具做的也是非常Q 而且有我们熟悉的汤姆猫系列的人物 跟我们对战的应该是一些NPC的猫 有点像汤姆猫战斗营里面的小猫 因为主角是只有五个 汤姆猫 金结猫 安吉拉 然后是汉克狗 以及狗狗本 只要记住三猫一狗就可以了 汉克狗还施展出了一副功夫拳脚 难道说他要想学中国功夫吗 利用中国功夫来施加到大炮上 攻击这些泡泡 获得比赛的胜利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关注手游酷玩 攻击这些炸弹可以获得更快的爆炸范围 可以用炸弹来消除临近的泡泡 这个对面的选手竟然连炸弹都不打 而且他的攻击频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在前期对手是比较笨 而我们只需发挥正常水准 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 这个汉克有点像会说话的汉克狗里面长大的汉克 应该是二级阶段 这里来对战第六关 低队关明显就比较散 这些带有白蓝色的泡泡 它属于是任意颜色 只要临近的消除 它会瞬间爆破的 爆炸之后 跟它相连的全部泡泡都会跌落 也算是一个捷径 可以看到在下方的炮台 远处是一个游乐园 这个摩天轮什么的还在进行转动 这里灌成了汤姆猫系列游戏 这个细节是非常好评的 而且可以看到汉克在时不时的向上观察 获得了最终胜利 加10个金币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视频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